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挑出三位 對 好 好不好 準備好了嗎 好 一人有一分鐘時間 這60秒 看你們決定可不可以留在這裡 好不好 第一位歡迎的是 啦啦 娃娃加油 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在就讓我們快來看看 娃娃在節目中的精彩表現吧 大家好 我叫娃娃 今年18歲 身高156公分 體重41公斤 我的興趣是唱歌跳舞還有耍白痴 那我今天要帶來的歌曲是 張惠妹的《趁早》 你要從副歌開始嗎 好 準備囉 你唱我就開始按囉 我可以不忘感覺 只是唯一愛討好 冷眼都看著你的驕傲 如果你不想要 想退出要趁早 我沒有非要一起到老 我可以永遠笑著 扮演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後自己煎熬 若有情太難了 想別人要趁早 就算迷戀你的愛擁抱 忘了就好 愛一直賜怎樣的說法 都能成為理由 我在這樣的愛情裡看見的 是男人的軟軟 是男人的軟軟 謝謝大家 剛好一分鐘 控制得相當的好 評審老師 我覺得娃娃從副歌來直接啊 直接從副歌來 第一個自己心情會比較定 而且會讓我們一開始就看到重點 然後但是臉部表情還是有一點僵 其實蠻不公平的 因為他第一位 對 他所有的緊張會集中在他身上 還有現在最後一位又會有 最後一位很難的 我想說可能到你那邊都麻木了 因為全面最緊張應該是他 所以類似這種比賽 你覺得第一個算是 對壓力最大 壓力比較大 對其實在中段差不多五六七八之後 我覺得他們的心情都定下來了 我們第十以後是最好的 對對對 第二十以後就淘汰了 對 所以他表現算是 還是略在緊張 對 還是有一點緊張 但是我們還可以考慮 考慮一下 好 謝謝華 謝謝華 歡迎下一位 小儀 加油 大家好 我叫小儀 你們是一起的嗎 對 雙人組 小儀小薰 歡迎他們 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在就讓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小儀還有小炫 在節目中的精彩表現吧 同一組的 同一組算一個人 對不對 沒有 算兩個人 兩個 來 大家好 我叫小儀 今年十八歲 身高一百六十一公分 體重十八公斤 我的興趣是唱歌跟跳舞 大家好 我叫小薰 今年十七歲 身高一百六三公分 體重五十公斤 我的興趣是彈鋼琴跟唱歌 然後我們要唱歌的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開始囉 開始囉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喜不已 我的情不已 我的情也真 我的愛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心 yani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敏 月亮代表我的心 深情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一分钟到了 因为虽然这样听到副歌最精彩的部分 但是只有一分钟好不好 后面的要争取 如果你们从副歌开始的话 精髓的部分要拿捏住 一分钟 老师 合唱部分 绝对要挑难度高一点 这种他不叫合唱吗 我随便讲他比方广岛之链 比方说屋顶 他这样的唱法会展现你的实力 你们这个完全 我看不到你们的特色 挑歌的部分 然后小姨跟小薰两个感情好吗 还不错 你们两个像从路上被抓来 然后一起摆在一起唱的感觉 有距离是不是 这个完全没有眼神的交流跟互动 因为如果要双人组的话 一定要有一些互动 就算是各唱各的 其实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要有一些互动 因为比方说 小姨唱的时候是看前面 小薰唱的时候一定是看那边 然后小姨感觉起来就是 蛮讨厌月亮代表我的心 因为你的脸 通过说我讨厌这首歌 这样的歌 而且唱歌我觉得情绪很重要 就是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你要有情绪嘛 不是把歌词唱 我觉得这样太可惜了 没有他们只在交代这件事情 那你们在交代这个过程里面 有看不到你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那个动机跟意义 对 然后你们在互动的过程里面 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嗯 因为他们是双人组啦 一个人有一分钟 那还可以给他们补枪 好不好 好啊 比较公平一点 你又可以补枪 你会不会想加强什么 对 那就那个来那个张辉妹的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 好不好 从副歌来 副歌 好 老师可以的话就跟上了 来 当你开口对我这么说 我就懂了你做的选择 爱若让你变得不快乐 我宁愿还给你自由 也许我应该保持沉默 留给彼此一个再见的理由 当在你转身后 眼泪却不停留 大家有30秒 另外30秒 小心要好好运用一下 好 你要唱什么 解脱 解脱 今天是张会被专辑 对 比较好唱 好 那从副歌开始了 好 好不好 来 解脱 是更承认这是个错 我不应该会不放手 你有自由走 我有自由好好过 解脱 解脱 是灯茶干 泪开以后 找个心方向 往前走 这世界辽阔 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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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补枪的话有没有比刚刚月亮代表我的信号 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好 好 可是我是觉得小薰 小薰的唱歌表情比较丰富 然后会让大家融入到他的歌声当中 但是你们两个都是原住民血统吗 是 是吗 确定 确定 你们为什么唱歌跟你们那个下半身摆动不太合 我 真的有点 有点 有点逆游 这个要加油 好不好 好啦 谢谢两位 接下来欢迎薇薇 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来看看薇薇 在节目中精彩的表现吧